不過學者夠不夠下流 要看你們聽到最後 你們能不能問出那個下流的點 如果你們功力夠深 那對不起 今天就是個學術研討會 我們很高興 今天你們也看到 以現場這些粉絲的踴躍程度 都知道台上是中央很重量級的老師們 我來介紹一下 我是信權會的王萍 然後我左手邊 這是白瑞美中央心理研究室 也是英文系的老師 很多他的粉絲應該在現場 跳過中間那個重量級的人 因為他完全聽不懂 他現在非常的焦慮 然後在右邊你們會看到 今天重量級的老師 來為你們做翻譯的工作 趕快練習 丁乃飛也是性別研究室 也是英文系的老師 好 今天真正的遠道而來的貴賓 也謝謝中央性別研究室 黃道明老師邀請他來到台灣 明天有一整天的學術研討會 所以歡迎大家參加 我們來介紹Sindy Pardone 大眾你知道 Sindy跟台灣的淵源非常長 很早以前 就是其實尼嘉珍也在現場 我跟尼嘉珍當時在婦女新知工作的時候 是台灣最早參與做愛滋防治 在婦女這個部分 做婦女愛滋防治工作的 一個很久以前的開始 為什麼開始呢 尼嘉珍其實很清楚的記得 就是因為Sindy Pardone 我們看到她一本 當時她就來到台灣參加一個會議 然後我們也就因此認識了她 然後就開始翻譯她寫了一本書 Making It 然後變成台灣 大概很早以前比較有一點性權意識的 沒有 那是唯一一本 唯一一本 也是最早的一本 黃老師特別注記 帶著性權的眼光 然後有女同志的角度 做的一個愛滋防治的手冊 那也開啟了我跟尼嘉珍 跟愛滋運動的一些關聯性 那這個也跟明天 黃老師的整個論文很有關係 可是今天找Sindy來幹嘛呢? 因為這個人跟我們在座 有些重量級的人有一點像 重量級是資深的意思 她參與在美國、加拿大跟澳洲 這些地方當年的女性主義的辯論 是有關的 性的辯論是有關的 自己也從事愛滋防治直接的工作 當然有很多不一樣的觀點 然後作為我們很長年的老朋友 你們也會知道 我們的立場會非常的接近 屬於下流之一方 那今天她要談的 以及我們想讓她能夠談的東西 可以非常多 但是我們有很多關切 一個關切是當年那樣的一個性辯論 對譬如說對他們或是在 我覺得也不能鎖定在美國 因為她後來去了加拿大 在那個學術裡面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我好期待聽到一些小故事 對不對?各位跟我一樣期待 今天都是歷史、珍貴的歷史 然後跟艾滋有關 可是另外還有跟她自己的身分有關 是跟同志的身分 那現在在台灣又很夯了 然後最近不是有個 莫名其妙的問卷調查 有一個莫名其妙的結論說 同志85%以上都要婚姻 我們突然都不是同志之一方 大家懂嗎?下流就是這個意思 下流到現在覺得 我們以前下流是不是女人 我跟丁萊菲說我們不是女人 我們現在說我們不是同志 這個事情有可原吧 好 那個問卷是真是莫名其妙 那我覺得Sandy今天會談的另外一塊 我們也希望可以碰到是 她對同志婚姻的看法 以及她如何深受其害 這很棒的一個觀點 所以我很希望等一下 我們透過我們今天精心的設計 可以把這些點弄出來 怎麼設計 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安排是 我的話已經講完了就是這樣 讓你們了解今天怎麼接近其他的 白瑞梅老師今天負責發問 發問完之後Sandy就負責回答 丁萊菲從頭到尾都要負責翻譯 這三個人好累喔我覺得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的幸運 有這樣的機會 我也請大家幫點忙 就是你們也認真地聽進去 然後回到自己身上 你們有什麼樣的問題 也可以在過程中跟著白老師 一起把問題發出來好嗎 我覺得我們才有真的可能 那個探體實踐的可能性 好 謝謝大家的合作 那我們就開始請Amy來發問 OK 我寫問題一個問題可以跟下流有關 雖然我個人不是那麼清楚 妳要說她是下流 不是 我不是那麼清楚她的意思 所以我想看看她怎麼回答 然後看這個可不可以跟下流有關呢 我會先用中文發文 我會先用中文發文 然後Sandy就可以看我寫的英文 OK 第一個問題是 所有的問題是從她很少寫出了一個非常棒的文章 叫做Political Capital 政治資本 那時候她已經其實開始批評同志結婚運動的政治 可是那時候她好像沒有出版出來 可是現在很多人在討論這個問題 要把一些批評的想法寫出來 然後其實有這個文章是很有幫助 然後有一部分她是寫所謂的 正常 她有分析這個字正常是什麼意思 然後丁乃菲說可以翻成是 其實翻成是 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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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過的模範 她的英文是Normality 她的文章就是把Normality 放在 其實有一部分是放在 國家 一部分是放在家庭 然後說 要批評政治或者模範 怎麼被 為什麼被看成很重要 為什麼被看成是很有家具 為什麼要忠實家庭 你就會忠實到一個正常的概念 後來這個正常的概念有什麼作用 然後她也說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 我覺得她說 如果你是不正常 然後你要活下去的話 你就會被看成是很刺濕 她覺得跟家庭的交際觀有關的 因為你 等一下我問她 比較像是因為你 你不願意 蛇影那個模範 你不願意做那個模範的部分 所以我要問的問題是 你可不可以說 說你怎麼看 忠實正常 或者忠實模範的問題是什麼 這個跟家庭有什麼關係 還有跟同志結婚有什麼關係 我也可以去試試試試試試看 並且提供了一點點的解釋 為何我開始了這個作業 我移動到Canada 十五年後 在一個時期的 《Marriage Was Almost Gone》 我用了 Pierre Bourdieu 他認為 《Nationalism is produced by demanding of the citizen》 《A Rejection of their selfishness》 《And a move towards thinking of themselves as》 《Thinking on behalf of the whole》 同樣地他提出 我挪用的是 台灣三種 對 就是一個法國的社會學家 然後他界定國族主義 是要求個人能夠捨棄自我 而能夠去感知一個更大的集體的需要 所以他也說 他也說 《Similarly, the family demands that each individual put aside their selfishness in favor of thinking of themselves as a member on behalf of this whole group》 這對我來說 我認為這對你來說是正確的 但如果你回到你的父親 最初的事情他們會說 是 你會說 你這麼獨自我 所以你可能會有 Michelle They want to have something that became siguiente 是 소uda 或是不同的 所以都會隨 Ern could have more 包括你 lay on behalf of this whole student 根據他的解釋是要求個人捨棄個人 而開始就一個能夠代表整體的那個位置 所以這個代表性很重要 那同樣的家庭也是這樣的一個機制 也就是一旦你確認你是這個家庭的一員 你其實同時也就了一個可以代表家庭發言的位置 那他說在他個人經驗裡頭 出櫃就是這麼一個交涉 也就是一出櫃那個父母就會說 你怎麼這麼自私 就是作為同事怎麼會是這麼自私的一個事情 那就可以成為一個女人的代表家庭的關係 所以在這個研究中 家庭不是只有這個地方 你得到自己的味道 你學到自己的價值 但你也學到自己的價值 你學到自己的價值 或是正常的價值 所以在這種說法裡頭 家庭不只是你獲得所有的傾向跟喜好的地方 你學習到你的喜好的傾向 很深層的傾向跟傾向 而且包括很重要的就是正點性或是正常性 以及就那個正常的位置 只要活在家庭裡頭 你其實就在時刻賬 要量你跟正常之間的距離 然後同時也時刻檢視自己有沒有那些條件 能夠達到那個家庭所要求的那個 代表性的正常的位置跟狀況 所以就要很長的答案 呢 um, in this analysis, the, these extensions of the idea of the family to include nontraditional families, and the attempt to kind in sanctify those arrangements with the label marriage only produces a more intensified notion of the normal. And that notion of normal will always have something on the outside. 所以在他看來 不斷延伸家庭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然後不斷包含各種的另類家庭 其實更加強化 更加強化那個家庭 作為一種正點正當代表性 這樣子的一種領空跟位置的那種強度 然後也一定必然隨時也在製造 被這樣子的擴大跟強化的動作跟界定的那些 還是不正點不正當的狀況跟感情 好 大家理解我們操作的方式嗎 就是其實Amy跟他有套多招 但是就設法很精緻的把我們想聽到的一些東西 都暴露出來 所以我是覺得本來Sandy是說 你們如果有任何問題現在就可以出現 對 可是要嗎 還是我們讓Amy再問幾個問題 讓Sandy再講一些 我們可以在比較多的資訊下面 我們再出來問題好不好 好 所以Amy還有好多問題 第二個我們想出來的問題 是跟街坊有關的 這個文章有另外一個非常有趣的說法 他說 統治運動跟所有的 跟其他的社會運動一樣都要追求解放 是某一種解放的概念 And 像婚姻的話 婚姻是一個要拿到人權 就是有一些人權是通知沒有 然後這個運動是要拿到這個人權 然後他的說法是說 我們追求人權的時候 我們完全失去了本來存在的解放的目的 In the quest for rights We lost the goal of liberation 所以我想要問他多說 這個過程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為什麼人權跟解放會這麼衝突的 因為通常會覺得自由是一個人權嗎 I'm going to answer this by giving a little bit of the history of this shift in the U.S. And this is obviously quite different than things that were happening at the same time as in Taiwan But I think 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as well So it's a hard history to tell I essentially what happens is in the 1960s and probably to the mid-70s There's a strong, there's strong liberation 일본's liberation, gay liberation They were in important dialogue with each other 他們也很嚴重 過亞法國立法的國女動力 所以做了不動的 反殖屬性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 你可以去看一些文章 對於 gay bar 的舖屬性 因為當地的 mafie 新建築 六七零年代在美國 在美國歧視的時候 是一個生活運動很蓬勃 然後解放運動很蓬勃的時刻 婦女運動、同志運動其實相互對話 而且與當時六、七零年代的 一個全球人氣殖民的狀況 以及運動思潮都有一些關聯性 所以其實在美國的同志酒吧 其實也有一些批判性的 對於酒吧的敘述就會說 他們其實是被殖民的 因為他們的老闆可能都是黑道的女主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深入的 從政治的感覺到那時代的 在那時代的暴力的暴力的暴力 有一個暴力的暴力的暴力的暴力 這個暴力的暴力的暴力是很重要的 在1970年代的暴力的暴力 其實平行於剛剛講的那些很重要的 當然是美國的黑人、解放以及黑人民權的運動 也都在這個時候發生了。 So the third force, there's liberation, a rights-based movement, mostly among blacks. And then the far-right wing begins to identify quite specific issues that are of concern. It's hard to remember, but the main issues were anti-abortion, gun ownership, not bussing in order to achieve racial equality, allowing prayer in public schools, and not giving the Panama Canal back to Panama. So these were the principal issues of that day. working in the program, not in the new bussing, but in the new bussing. It's a privilege. And you're a good student. An independent. 所以這個時候也有就是解放運動以及民權運動 然後同時又有右派 然後這個時候呢 右派的主要的一些議題是 反墮胎 要求讓人們可以擁有槍支 要求不應該有搭乘共同汽車 對於黑人和白人的解除那個隔離 不應該解除隔離 然後要求上學一定要禱告 以及不應該把巴拿馬運和規範當地 所以菲菲會說 How do those relate to rights and liberation? Well, they don't really. At this point, the right wing was these kind of independent little groups with these like very, very emotionally charged issues. So they're attempting to gain political power, but there's nothing really that holds them together. On the left, you had the so-called rainbow coalition where people would say we all have different forms of oppression and so we can work together as a kind of united front because we have similar issues even if it's not exactly the same. So the right wing had nothing comparable to that. 所以這個時候有一個局面 就是右派其實都是小團體 非常分裂 可是非常強烈的感覺到 他們的一些議題的重要性迫切性 可是左翼的團體 或者解放跟民權運動的團體 其實會基本上覺得 他們應該有一個合作的狀況 雖然有著不同的一些想法跟目標 可是在這樣子的前提之下 其實是可以合作的 所以在這裏 broad group of really unrelated issues the right sort of looked at the rainbow coalition and they said, what holds us together? And they began to develop they had two objects that they could attack that were new really. One was the equal rights dynamic for women and the second one was gay liberation which they in a sense reframed as gay rights it's really the right wing that reframs that what is the gay rights 柔派在這個時候看著 等於是進步團體的某一種連結 彩虹連帶 然後就想一想自己可以怎樣的做 然後他們就決定 他們要集中在兩個議題上 一個是婦女的平權法律上 達到婦女的平權修法 然後另一個就是同志 其實是他們在這個時候 為了要否定這兩方 然後將同志的解放運動 其實有點疊合在同志的平權運動上 所以, the right wing basically consolidates it continues all these issues it's hard to imagine how gun control and anti-abortion fit together but they continue with all these individual issues and they develop what we should think of as a family politics and they started creating institutes and think tanks and developed a whole new language around protecting the family there were a number of legislative efforts at this time that were called things like the Family Protection Act and they were a little bit vague because gay people had not really emerged as identity bearing rights bearing entities so it was actually quite vague as to what this force was that was attacking the founding Well, the right wing of the people this time the right wing of the people this time the right wing of the people actually仍然在打那些個別的戰役 比如說反墮胎 要求擁有槍支 雖然這些東西好像很難統合 在一種歷史形態之中 可是同時呢 他們也開始主打家庭 然後也在這個時候 通過了一些法律上 包括比如說 維護家庭這樣子的一套修法 或者想要往這個方向走 然後他們在這個時候 其實還有一點點模糊 因為這個時候 同志還沒有 以同志個人 以及擁有權利 要求權利的個人現身 在1977年和1978年 右邊的人發現 他們有人在這間屬於 的親對家庭的家庭 他們就處理了 建立行機 所以他們在這間屬於 會不會做出馬來 小和小和免子 然後他們在它這個 社會里面 學校庭組織 在在結局 其實它們 是大的 其實當時的確是不太奇怪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太多性格 他們還沒有太多性格 他們還沒有太多性格 對於他們的依靠 對於新人生的依靠 七七七八年大概就是一個轉捏點 這個時候其實 右派已經發現 在國家的 在中央的層次 要求比如說 維護家庭不是很有用 所以他們就在地方的層次 開始針對 個別的一些名人 同志名人來開始作戰 所以他舉了一個例子 Anita Bryant 可是我因為對於那個例子不夠清楚 我覺得 對背景觀 就是那個 後面沒有可能看那個電影 自由大道的電影裡面提到那一段 所以有很多人看過電影 他原來是一個出名的電影 但是後來就變成一個 我們主要的保守的女性的感覺 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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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電影裡面的一個小段 大家要看 我去看 對面 對面 所以這樣子 你會有分別的 所以 這麼多分 極度 大身 很不足 地 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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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抗爭了家庭,他們抗爭了國家 而且他們抗爭了葫蘭的愛 有一個信證,有一個葫蘭的愛是 是一個國家的負責 因為如果有葫蘭的愛 這會讓你只要有一個人 然後你會開始參與國家 在這個很正常的方式 那個時候,這個時候其實開始分裂 或者劣結了統治運動的解放派跟民權派 那統治解放派在那個時候 其實是有一個相當或者相對完整的批判 對於文化的批判,對於政府、政權的批判 然後將性本身視為非壓迫性的性 視為是一種解放的方法 然後將浪漫愛視為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基本上進行 或者相信浪漫愛大概就是開始進行 跟國家體制以及國家體制 相關的各種很奇特的角色 所以在那間內派對於人們更加 Pittsburgh 對於新的女性分別的選擇 有自由化為主要人們的良 Muchas審查 所以會需要大部分緊張 有八道化的政治 為人民的交往 只有各種結論 有某些女性 和每一個皆種旅行 在任何方式的選擇 有一個偉人的選擇 這小時候的選擇 人們相當正確為一種 很少 有人最和年輕人 而且他很少人的 所以你可以有八道人的 激進的文化與性主義者也持這樣的看法 非常批判浪漫愛 認為其實是應該可以有比較集體的生活方式 親感關係 然後這些可以比較進行情感關係 來停止浪漫愛裡頭 要求的一種一對人性 那他加了就是說 也許年紀越大 你會覺得這樣子的狀況是很花費時間的 所以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要知道我認為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愛的工作 是一個重要的部分 所以人們在嘗試 我會想要去做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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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是有所謂的 然後有很多 當然有很多 你不想要有什麼 有什麼的 但是有很多 有很多的感覺 那些是 那些是 這下的 是在我身上 讓我來做這些事 有些事 有完全的 有些人的 那些人的 有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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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激進的這些思想 其實是非常集中思想跟運動 其實非常集中的在企圖改造一些情感狀態 所以包括比如說 那個浪漫愛作為一種主流的情感狀態 然後包括比如說國族主義 那那個時候就會覺得 國族主義就是有的時候已經幾乎有點像被國家附身 那同樣的浪漫愛也是進入一種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就會非常抵制這樣子的情形 讓運動是可以改變的 所以我認為你會比較認識 對 他最後還提到一個例子 就是那個時候很主要的 是一種政治性的女同志主義 那女同志女性主義其實也叫女同志女性主義 那政治性的女同志主義其實就有一點在那個時候就變成一種 好像跟 就是女同志的性是一種政治的性 然後是抵抗父權的最佳手段 所以有一些運動成員甚至於會工具性的 跟女同志發生性關係 這樣子好像就打破了父權 所以你又看到這類型的旅行 它很難的想看 出去是 goals都給能振競 what happens though is in this late 70s early 80s period because the white wing is actually now going after individual people there's a feeling that there has to be some kind of activism around non-discrimination and so the one major part of what had been a kind of two wings of the gay movement who were sort of in rough tension with each other really began to split because the people who began to seek rights were picking specific cases like employment rights was a really big one in the first place not being evicted from your home was another really big one so they were really basic kinds of rights and they really were modeled on the activism of the black civil rights movement 剛剛那樣子講的一個狀況其實就有點看得出來 在那樣子的一種解放論述裡頭 認同或者是身分其實變得很難思考 然後也就很難思考是怎麼樣的身分可以結婚 那在這個氛圍裡頭或在這個脈絡裡頭 其實就開始出現一些形異 就是激進的或者是解放派的跟爭取權益派的一些差異 然後這些差異環繞著反行事的一些行動 包括比如說工作權等等 我認為是要解放派的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 rights and particularly gay rights emerge as a legal category because this is I think uniqu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legal system you have gay rights all over the world but they are legally and functionally different through the course of black civil rights activism a legal category was invented called a suspect class 2800 nd this meant that you had to be able to claim to the court that you were a member of a group who was as a group discriminated against so in those first legal cases there were sort of anti gay discrimination cases they were like well that guy is just weird or he's a pervert and so there was not a sense yet that there was actually a legal class called gay people and so this was the project of about the next 15 years of law within the 是做社交科技術研究 和其他類似的研究 去確保有X數個男人 而他們遭遇X種類的抗爭 他要先很重要地解釋一下 就是統治權益在美國 在法律上是如何出現 是怎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其實是平行 也延伸著黑人民權運動 在那個時候 需要建構一個需要建立一個 應該怎麼講class 一個集體性的一種 要證明這樣的人的歧視 是一個集體性制度性的歧視 而不只是關於個人 所以這樣的集體性 用class來說 他們是因為屬於這樣的集體 這樣的階層而被 歧視 所以那個時候 開始進入法院 或者法律語言的是 譬如說 如果說他是個變態 這個他是個變態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他是個變態 其實是屬於一樣 這樣子的一個集體 是被制度性歧視的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的下面15年 社會學跟很多相關科學的研究 都在建 都在幫助確立這個集體性 這個制度性其實的存在 所以 都會說 你會說 你會說 我會說 你會說 我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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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the same as the rest of humanity. In the American system you have to say, In fact, I'm different from everyone else based on some characteristic race or some other characteristic. This makes the international gay marriage rights quest a quite problematic thing because I think what most people are trying to do is use the American model in legal systems that don't have that as its notion of rights to the other have the other in the world. 她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 因為有一個這個是有別於 她說這個是有別於世界人權宣言 她說這個是有別於世界人權宣言裡頭的人們 需要一些基本的權力才能夠就是確立 有一些基本的權力我才能夠過活 可是這樣子在美國制度之下 同志是要確立自己是不同於 這樣子的一個廣大的群體 它是一個不一樣的群體 它才有相關於同志權利的權利 或者反歧視的權利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一些 尤其是如果在其他的國家 沒有美國這樣子的一個特殊於 同志權益或者反歧視權利的 這樣子的一種傳統或過程的話 會相當的不同 然後這個也關係到 同志婚姻作為一個國際婚姻 就是在國際間變成一個廣泛的訴求 那在某些國家如果那個法律制度 沒有像美國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的話 它其實也會是個問題 就這樣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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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先稍停一下 因為不然他們還可以繼續講下去 大家在聽的過程 有沒有一些並不清楚 或者覺得Amy問了 可是Cindy沒有清楚回答的部分 沒有嗎 他今天講到說 把A屏幕跟法遇到的一個伴侯 他是不是說 就是 實驗去 批判才是 是 那是一個很難的 你剛才說 Gay人們們們是 是 貴女人們是 貴女人們是 貴女人們的 貴女人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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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 if I'm prepared right now. I obviously am more in the liberation camp. There are two things that worry me. One is I think in the 70s and early 80s many of the gay activists in the U.S. were aware that they were being forced in a sense to engage in illegal fiction. So the lines between the liberationists and the rights people was not super distinct. Many people were doing both. So it was viewed as a kind of political necessity at the time. The problem is that I think some of those people and certainly the people that came after them had to believe in that legal category as if it were real. Among black civil rights activists there is a critique of the extent to which this happened around black civil rights as well. That black rights had to be constituted in a certain way and then that changed people's kind of sense of identity. So I don't think gay people are unique in this. But because black people already had a longstanding set of attributions and things they were struggling against. And gay people had relatively little in the public space. I think it was a more pronounced occurrence. And there was more possibility for this to happen. Because many gay people were still not visible publicly. And so one could as a if movements control or try to set the terms of their members effects. That was much more difficult to do if most of the members weren't very visible. So I think it's it was a bit of a surprise by the mid 90s how what the demand for serving in the military and getting married was.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were genuinely surprised at the kind of uptake of that by people who were younger than that. are looking for what they did 我先反映前面的部分 七、八零年代的統治運動者 不管是解放派還是權力派 他們其實都知道 他們在打造一個法律虛構 就是統治權益在美國法律裡頭 是一個法律虛構構構構出來的 這樣子的一個特殊層體 那這個特殊層體的效應 其實在那個時候 也還沒有開始完全討論出來 那個時候大家好像同意 這是一個政治的需要 那而且大家其實在過程裡頭 不是完全相信他是在政治上的一個訴求 可是慢慢的開始就有人 真的相信了這樣子的一個法律虛構 而且以相信的方法來進行一些政策的改造 那在黑人民權的陣營裡頭 其實因為他們的那個歷史比較長 以及他們在公務部門的政策效應都發生了 所以其實對於這樣子的一個特殊虛構的法律群體的 不好的效應跟批判的那種研究全部就比較出來了 可是對在那個可是同志這個部分就還在發展中好像 那他剛剛我就問他 他最後就開始提到到了90年代 那個情感的部分竟然轉向要求 比如說同志也能扶兵役 以及同志也能結婚 這樣子的一種情感、依賴以及要求、權力要求 是讓前一代的一些運動者 其實是有一些沒有想到的 那我就在問他 有關聯繫 是否有關聯繫 由我來講 說實際上 是否要有關聯繫 對這方面 是否要是否有關聯繫 與否有關聯繫 因為我來講 是否有關聯繫 對這類似的 是否有關聯繫 but maybe what it did was reveal the lack of radicalness we thought that we've cleared that away so when i see you know the nineteen year olds on television you know desperate to serve in the military it'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both because it's a form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that i thought i hoped we'd got rid of and it's a kind of claim about their statuses gay people in america that i find equall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now that said i don't think that i want to make a normative statement about the value of rights work in all contexts i think the question you have to ask is what does not being out as a kind of minority status group enable the state to do to me and what must i give up in terms of creativity and a critical relation to my body and my my community in order to get to that thing somewhere and more in that little you know crossover i think is the political answer on any given day basically oh is good and we just prepare 他不要說放到任何地方都一定是這樣 他就針對他們那一代在美國以及加拿大 他而言作為一個比較屬於立足解放陣營 從解放陣營走到現在的人 他覺得那個效應是非常大的跟非常糟的 那個糟其實有一部分來自於他們 就是從解放陣營走到現在去看到 他們可能當初在運動的過程裡頭 沒有花足夠的時間 沒有那麼願意去慢慢處理很多 很多關於比如說很快的叫出來 就是說反抗國家 你知道對抗國家 否定國家以及家庭 可是沒有去慢慢解那個國家主義 國族主義 家庭主義 家庭情感這一塊 以至於下一代的經歷了這樣子的一個運動的 年輕的同志 竟然會為了表達一種身份認同 而要求的是為國家服務 以及步入他 那他說 他說也許他不願意講這個 就是權力運動的一定會有的後果 可是 也許我們需要思考的是 就是我們 我們需要問自己的是 如果我們是一個沒有完全走出來的弱勢個人或者群體 沒有完全現身的弱勢個人或群體 我們 被國家 我們跟國家是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對 就是國家 一個沒有完全現身的個人或群體 國家能拿你怎麼辦 能對你怎樣 這是要想清楚的 國家能對你怎樣 然後 同時 你要交出什麼 來要求建議那個國家遊戲 你準備交出什麼 所以這兩個大概他覺得都很重要 就是國家能對你怎樣 以及你準備交出什麼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加入這個法律範疇 你說我從法律的這個角度來說 我的這個 我的同志的這個身份的話 我會付上什麼代價 我要付上什麼代價 這是他後面那個第二個問題要問的 當我們被法律裡面認可 是作為同志這個範疇的時候 我們會付上什麼樣的代價 這是他後面那個第二個問題要問的 是 如果我第一次移民到Canada 我移民 I have a partner and only one but I'm very old so I can't be running around having that much sex with a whole bunch of people at the time I emigrated this preceded the gay marriage things there was a category called humanitarian and compassionate admission and this allowed any Canadian to bring any other person it didn't matter what the relationship was but she made the claim that this person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I cannot live I cannot remain in Canada without this person 她說我來用的故事我當初去加拿大的時候我有個辦理然後也只有一個辦理可是我現在很老了所以就一個辦理 然後加拿大有一個法律在那個時候是關於他是一個人道的跟同理的一種一種一種法律法律對於移民的一種法律的一個定義也就是說當一個加拿大人他聲稱他不能沒有另外一個人而生活 那個人不需要是親人不需要有任何的條件就說那個人就可以 就不是依親喔就是依來的就是跟著來的不是依親就來的 使用的事就有任何謹慕的原因 所以它可能是有任何謹慕的問題 然後在過程裡頭呢,同志婚姻就出現了。 同志婚姻出現之後,移民法官跟移民局就開始用同志婚姻的法律來檢視我的這樣子的狀況, 於是就發現有諸多狀況不夠不合, 因為譬如說一定要有一起開戶頭啊,或者一定要居住在一起啊,就很多條件。 所以,於是,我已經在將上了。 然後,駒比一定要有些合處。 但後來有人說不含。 我們以為有幾個女性格所共有相關 有仍然會有的差證。 because they went from being a cohabiting couple with no legal status to being a presumptive quasi-married pair and they had to pay taxes. So, okay. Okay. 好,我想起來有一個小的效果,就是加拿大的法律,對,就是加拿大的法律,我其實也想問一下,就是,或者確定一下,因為加拿大的法律裡頭的婚姻其實是分兩種,就是原來,就是它的婚姻是分兩種, 它剛剛去的時候是很鬆的,所以同居,就是同居或者是伴侶基本上是同一種, 它是 common law. You were talking about common law, right? As opposed to religious Christian marriage, is that a friend or a state? No, it's a marriage that is de facto, as opposed to one where there's an actual date on which you… 適時婚姻跟… 比如說同居或者是…甚至於不同居,然後是伴侶,這些都是一般壞的,可是在同治婚姻法通過以後,其實這些不同的伴侶跟生活的樣態全部都開始細緻的分類,然後這個細緻的分類其實是讓政府能夠收稅, 所以原來原來是同居的異性戀,它的一對異性戀朋友,他們被追討很多年的稅,因為他們就被認為其實是某一種層級的同居版,那是必須要繳稅的。 雖然他們其實原本的那樣的一個狀況以頭,沒有這樣子的一個要求或者狀態。 很多朋友就跟他說,你們就應該結婚,然後就沒事了,然後就說,我們不想結婚,我們很老…不是,我們很老派,我們很老派。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一個署人,然後有工作,讓我們不算結婚。 然後那個署人很震驚,因為他很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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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他們需要經過整個一個律師幫忙來確立他們不要結婚,然後不是結婚的狀態。 然後那個律師必須要找出一大堆,現在大部分的人都沒有興趣給一些法規的資料,因為多數的人都要這樣。 所以現在老派人們都說,你必須要來結婚的婚姻,或是一般婚姻的婚姻,如果沒有結婚的婚姻,那些人是從哪裡來的婚姻的婚姻。 然後他們都被結婚的婚姻結婚,以為所有的婚姻結婚的婚姻結婚。 所以其實這些超過的婚姻結婚的婚姻,有發表婚姻結婚。 所以他們的婚姻結婚在這裡,第一次我們在 calle女生結婚姻結婚。 所以,我們有這件事相當的婚姻結婚。 所以,他們上次歡迎她的婚姻結婚姻。 一般婚姻結婚姻結婚。 所以,我們在這裡是連結婚姻結婚姻結婚。 現在的狀況就是 同志婚姻法也就造就了移民過程裡頭 同志婚姻不斷地要被檢視 它是不是符合真正的婚姻 以及真正的同志婚姻 所以這兩個從事顯然都要合格 那這個他說是有點悲慘的 因為就變得你如果有一些問題回答不出來 或者你原來的狀況不符合這些條件 你就被當作某一種程度的嫌疑犯 你是不是要偷渡別人 而他說原來的狀況幾乎回想起來是真的有點浪漫化 就是國家伸出一種同理的手 然後就是我不能或缺這個人的生活 而不是他就跟著我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裏顯示了一種 什麼時候你走從 宇宙的法律人權的概念 那種概念 你的國家想要你把那些人 情感受到你 去美國的權利權的權利權 那種概念 那種概念 我對我的婚姻的朋友 來到了這個國家 那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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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這個其實具體化了一個 從一個普遍人選的概念 然後國家確保我國的國民 能夠帶進來他所需要的 不可或缺的另一方 到一種特殊權益 然後在這個特殊權益之下 你必須要是執行婚姻的權益 然後把那個婚姻的另一半帶進來 然後同時也就不需要被國家這樣子的見識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地方應該比較清楚的 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 這邊有問題 但是這個變化 聽上去好像是因應政策的變化 而不是說 涉及到這個婚姻 婚姻權利的開放啊 對 就是剛剛因應者講的這個變化 就是剛剛因者講的這個變化 我的 我就這樣嗎 嗯 我可以 他認為一點點 之前之後是移民的政策的改變 對 他說這是這樣 不過那些民事 ajudar 在北美國的 憲法 都非常有落後 臺灣的說法 所以另一種條文章 讓一些影響 是 zab予的 還要不一定的 這個臺灣 家有不大 在美國那些認識 太那麼 發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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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